基隆客家艺名嘉年华 来自全市的客家乡亲 进行挑担奉饭采接游行 挑担奉饭这个仪式 是从过去民众准备饭菜 挑担给保卫乡里的艺名享用 所衍生出来的传统 如今则是表达了乡亲 对艺名的敬意与感恩之情 市长谢果良 在文化局长江廷梅的陪同下 特别在市府门口迎接 并亲自体验挑担 跟采接队伍一一合照 在农历七月每三年举办一次的 基隆客家艺名嘉年华 由市政府文化局 跟基隆市客家同乡会 吸手举办 主要是为了纪念 当时保卫乡里的客家艺名 那个时候好像有 成立了有一千多位的艺名军 那在那个北 有一个北陆军 一位叫林爽先生 他的北陆军 他要来为了要那个粮食 为了要生活用品 他就来攻打 攻打我们那些 攻打那个村庄 结果呢 那个村庄到当时好像死了很多人 那很多人呢 那些人都是在 他都是在我们 保护我们客家人的嘛 所以呢 我们为了感念他 所以特别每年呢 都会来祭拜他 还有我们在他的 我们现在新埔 那个一名庙的后面 有个种就是里面 就是他们都埋葬在那里 那前面我们就盖一个庙 我们来从那边来拜拜 拜就是拜他 感念他 那我们是 每年我们客家人 我们基隆的客家人都会下去 都会到新埔那个庙那边去祭拜 每年会去祭拜 那三年 举行一次 请那个一名爷爷 圣驾上来我们基隆 让我们基隆的市民呢 大家来祭拜他 来感念他 基隆是非常有意义的民俗活动 我们等一下有挑战 祭祀 晚上也有晚宴 那所以 在这个时间点 祭祀暑假 这个也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都是希望这些活动 能够邀请到更多外来的朋友 到基隆 参与我们的活动 享受我们的城市生活 然后最重要的 留下他们的消费 让我们可以在基隆的经济 因为这些活动 得到更好的景气 除了采接 现场还有仙草 米苔木等客家美食 更用心准备了600斤的米糕神猪 来祭拜一名爷 在过去 我们这是用 真的是杀猪 要杀个神猪 来祭拜我们的一名爷 那现在呢 慢慢的社会的演变以后 我们就用这个米糕 来代替神猪 来做个神猪 代替我们的不杀生 不杀生 不见到血腥 所以 一只神猪是600斤 非常的重 那个神猪 祭拜我们一名爷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晚上一个福宴 然后就供给大家享用 在基隆啊 将近有6万的客家的好朋友 他们要到这个中立那边去 请一名爷到基隆来 然后再 首先呢 先做挑担的一个仪式 然后接着呢 就要祭拜这个祖先 那接着呢 就是大家 吃麻糬 等等 这些活动 我想这是 在基隆 6万 将近6万的客家的这个族群 大家对于一名爷 他的一个崇拜 尊敬 让客家人 客家文化 能够永远的这个发扬光大 主办单位说 透过一名节活动的持续举办 来表达对先人的缅怀与追思 大人们也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 希望让这项传统客家文化 永续传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